問題剛才問 16週嗎 對對對 今天是15週 今天是15週吧 今天是15週吧 14週吧 14週嗎 14週嗎 14週 檢權運動 我們現在看一個 元充運動 我們都說了 檢權運動是讓這次元充運動的變形 我們把一個元充運動 換成四等份 我們以這一點 這樣在XO的話是0點 這是負的XO方向 然後呢 那運動的一個時間之後呢 第一打 假設這個東西是 Omega的角度在動運動 怎麼樣 它是Omega的角度在運動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這個 這個檢權運動有好幾種可能性 一個是像我們在做擺動 對不對 振動的情形 這就是一種檢權運動 好 好 它現在運動了一個低大角 請問這個低大角是哪一個 沒有 它以Omega的 Omega乘量時間 Omega乘量時間 Omega乘量T 叫低大角 對不對 它以角速度 什麼叫角速度 角速度 隨著這樣 隨著時間的變化量 對不對 所以我通常時間就會到角度變化 所以我經過這個T時間之後 我運動到低大角 請問這個時候 在XO上的重點量是多少 好 那那些 對不起 還是給半徑 半徑是R 所以是R cos θ 所以就是R cos Omega 速度 V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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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想一下 想一下 我們速度呢 可以說是 兩個 一個圓周長 速度 那這個地方 圓周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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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周的角度 速度 速度 4 Omega 是Omega 所以是R Omega 有問題 可以理解一下 如果你們 思考一下 我剛剛講了 有時候 你們講 不要複習得這麼多次 可是當我在講到這邊 你們又突然卡住了 我表示你們的複習不錯 所以我這天再稍微複習一下 V等R omega 有沒有問題 就是簡單推倒 大T是周期 OK R omega 所以既然速度等於R omega 趙總沒有錯就這樣 每次三個就來感受一下 沒有趕上來的時候就趕快回去趕 趕快回去趕進度 趕這樣我帶得過來 所以我跟速度等於R omega 速度一樣等於R omega 它的頭一樣呢 這個VX是哪一個嗎 就是這樣 V層上什麼 是散還是不散 來看一下喔 這個角度是Sida的 這角度是Sida的角 這是角之角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角是等於這個角 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這個角是等於這個角 如果這個角是Sida的角的話 那是什麼 Sine V Sine 對不對 方向呢 VX VX是V的Sida 方向呢 正還是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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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或負的怎麼決定 以這幾元點 往正方向為正 往正方向為負嘛 這個VX是往哪個方向 VX是往哪個方向 VX是往哪個方向 正還是負的 負方向 對負的 負的 A Omega 3 Cida 就是Omega B 對不對 大家目前為止有問題 沒有 看起來沒問題 好 向心加速度 A 這是 A Ax 好 這要換我們 向心加速度 等於什麼 然後向心加速度 對 R分子 B 平方 或是 A Omega 平方 對不對 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所以我們在講 A Ax的時候是什麼 正哪一 A sin還是cos A 這個三角形 分間三角形 是相似的 cos Cida 正還是負的 負的 負的 可以知道嗎 所以等於什麼 負的 A 這等於這個公司 所以 Omega 平方 cos 然後 Omega B 對不對 好 負的 所以他目前為止用不法 減學運動 他認了一個時間點 或認了一個時間點 他的 x x 可以得到 或者是 bx 也可以得到 或者是x 都可以得到 在這個地方 你要帶認了一個時間點 t進去就可以得到了 好 時間點 在那個時間點 帶進去 我就可以知道 他這時候的運動速度 運動位置 運動的加速度是多少 ok 在這個地方 這是課本沒有的 所以如果裡面有抄像 或是照相起來 就比較好 不行 在這邊可以再去 我們再仔細思考一下 什麼時候 x為0 什麼時候x為0 在什麼時候x為0 在什麼時候x為0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 或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的x是在這個子 是0 在這個子的時候 ωt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幾度 90度嘛 會講2分之拍 對不對 ωt等於2分之拍 2分之3拍 2分之5拍 有時候他是0 對不對 好 那什麼時候v會為0 v會在很難指的點 v為0 速度vx vx哪里 是什麼時候 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或這個地方 是不是 是不是 這兩個點 vx速度為0 它震動到最兩邊的時候 對不對 最兩邊它前面轉回來 這邊速度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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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ωt等於0 拍 3拍 2拍也可以 3拍 一直都可以 對不對 我講拍可以幾度 知道嗎 拍是幾度 180度 180度 要記得拍是180度 好像背那麼多 其實沒有背 就是記起來 就是感覺背跟記起來很一樣 就是你常用它就記起來 那經常的轉換方式來說明 我問一下 是 為什麼它到0度或180度的時候 它的vx有一個 你看 我們在震動 假設這樣左右震動 我知道 可是在土上 土上看得出來啊 你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的vx是這個方向 正上方 它的頭領量是多少 vx的頭領量 0 對不對 它頭領量是0 沒有東西 所以通常我們在看這個事情 你會想要知道 或是我們會透過這些 數學跟現象 來去思考 什麼時候呢 你的位置是0 什麼時候你的速度是0 什麼時候你的加速度是0 什麼時候你的加速度是0 什麼時候加速度是0 什麼時候在x0方向的加速度是0 那什麼 scientific 是不動的時候嗎 不動 這邊幾乎不動只速度為0 對不對 可加速度是0嗎 還加速度反过最大 就應該進去 中間的時候是速度 因為 對 在中間的時候它的 對它的相形加速度 剛好是垂直於原點 在這邊加速度 這兩邊的時候 加速度反而是最大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這符合我們在講 用糖果來做解釋 那個解決運動的時候也符合那個結果 因為病動到最遠的時候呢 速度幾乎未立 可是這時候因為它身長量最大 所以是反而力量最大 力量最大是降低最大 大小一樣大 但方向不一樣 可是我們現在是反而力量的 我們現在是反而力量的 反而力量的力量 沒有問題 我們就繼續了 這算是上禮拜的結束前的事情 所以我們來接下來真的思考一個問題 糖果的問題 我們把糖果的問題跟解決都拿來思考 譬如說我們在看一個糖果喔 在運動的時候 你看到糖果的運動 你會想要知道 這糖果是什麼事情 又有一個糖果 你想知道它是什麼事情 多少錢 什麼 多少錢 多少錢 你應該說多少錢喔 誰先 好 我回應一下你越後 能燒多久嗎 能燒多久 好 這是一個糖果喔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小小實驗 做一個掛鉤 我現在放一個螺絲進去 好 我現在有一個狀態對不對 好 感覺一下喔 感覺一下 好 這樣感覺好 我現在放一個 你覺得震動的時候就會變長變慢 變長還是變抖 有變成震動的時候比較快 是震動的比較慢 比較慢 比較慢 震動比較慢喔 看一下喔 好 再放一個看看 應該更慢是不是 有感覺嗎 有感覺嗎 好 越重的時候越慢 這東西 我學生在幹什麼啊 學生用不到啊 事實上 未來的機會喔 會越用越大 為什麼 未來是走到一個機器人的時代 對不對 你看看我的機器手臂喔 老公的機器手臂去上輪流 過去的時候 你喊煞車 這個每個軸心 每個轉軸 事實上都像一個彈簧一樣 這個手是不是很重 有重量 所以轉過去突然停下來的時候 你說停就停嗎 就像是 我這個彈簧好了 我想馬上上來看 它就開始動動 我把它放下去 它也開始震動 懂意思嗎 我開始移動它的時候 不管移動哪邊都會有震動喔 所以 我們在控制震動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所以 我當移到這邊 我想停下來的時候 讓這個手會這樣 有沒有看過這種天下 我想一上來之後 會這樣 所以就看那個 跳機器的舞啊 或是 他每次做個動作 都要這樣晃一下 很有感覺 很像有FEEL的感覺 很像是機器人 停下來那一瞬間 可是這是不好的機器人 不好的機器人 每次到這邊都晃一下 這怎麼是好的機器人 所以好的機器人 向他做回饋 他馬上知道說 我現在過去的時候 我的震動頻率是多少 我怎麼去阻止他震動 所以我過去的時候呢 他立刻逆轉 正轉逆轉正轉 那控制說 我到這個點 就到這個點停下來 瞬間停下來 那是好的控制 所以我們在未來的事態 在學機器人中 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來看到一個 這個現象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的是 他的震動頻率是什麼 或他震動周期是什麼 或是他的角速度是什麼 這是一樣的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彈簧的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簡化回來 就是一個彈簧問題 就解決那種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彈簧 他的 他的 心電圖 蛤 我們先使用心電圖 心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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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高槽低槽 多少歲快已經快不行了 已經快不行了 這個 這個質量是m 他的彈簧係數k 好 而且m跟k大家都知道意思吧 k是什麼 k是什麼 什麼 彈簧係數 k是彈簧係數 k越大的時候 這個彈簧是怎麼樣 越難拉得動 越難拉得動 它越緊 但目前你要感覺 我們在講什麼東西 我現在 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 要回來現實生活上 k越大的時候 這個彈簧是越粗越緊的彈簧 你會不容易感覺它 k越小的時候 就很輕易可以拉動它 我們有感覺 再感覺一下 k越大的時候 這個振動的頻率 是越快呢 還是越慢 越快 越快 感覺上是這樣子 有沒有反對意見 k很大 比方說這個彈簧很硬 這個振動是 如果是彈簧很軟的時候 有感覺嗎 是不是可以符合這種感覺 我覺得會不會只是跟它 放了多少重量的關係 放了什麼 放了多少重量 對 重量在這邊 我們現在是討論k 接下來放了重量在這邊 m就是重量 對不對 m越大的時候它怎麼樣 也會變慢 對不對 m如果回調的話 也會很快 是不是這樣子 感覺上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解題 來看看這個東西 有沒有辦法告訴我們這個結果 這是數學嘛 我們剛剛考慮的是現象 然後把現象變成數學來做對應化 來看一下 假設呢 我現在這個目標 運動了到了這裡 我拉了一個x的距離 我這個時候 這個彈簧給它施力是往哪邊 這邊是自由長度 我就是放那邊不動的時候 不施力的時候 它停在這邊不動 我現在把它往這邊拉一點點 拉了一個x 這距離a開始 現在這個彈簧會不會受力 彈簧會對這個m的施力 往哪邊 往-x的方向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 f等於我們說五個定律 f等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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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ma 那是流動定動定律 f等kx記不記得 記得 記不記得 那是彈簧實驗的時候 彈簧其實層上什麼 層上距離對不對 你距離越長 是不是所受力越大 距離越長 是不是所受力越大 我們當時是考慮大條的關係 可是在這邊我們接受 還要考慮一個叫做方向 對不對 是不是負的方向 是不是負的方向 懂不懂你 這個時候彈簧對這個固體 所施力是負的方向 好再考慮一下 文明這樣 f等於ma 剛剛薛瑩講的 沒有問題吧 是 好在這邊 我們在a 其實就是它的價值度 對不對 這價值 需要是k 然後kx 怎麼會是k kx等於星係數 我們剛剛講成星係數 所以這邊是有一個a 這個a其實就是 假設你對應上來的話 它就像先例子 x方向等同一樣 ax 所以ax等於什麼 等於什麼 而且這個是 ax我們就對應到這邊來 不是對應到這邊 然後在這邊呢 我們還可以想一件事情喔 x x 是r r cos 這邊有沒有r cos 有沒有 有 有 rcos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改成 負的 omega平方 x 對不對 你那怎麼認用啊 沒有一個掉到這個 這個東西 用它來取代 它等於x 所以我們把x帶進來這邊 所以它變成x 是負的 omega平方 x 有沒有0 所以既然 ax等於這個東西 我就把它帶進來 所以等於什麼 m 那負的 omega平方 x 我們算是負的 我們算是負的 現在在睡覺 趕快講一講 趕快都是會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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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既然要等於喔 我們就把x x x是u 掉 然後就剩下m跟k 對不對 負號負號約掉 對不對 所以這邊剩下什麼 omega平方 還有m 對 然後把m移過來 所以這邊什麼 m分之 k 會等什麼 omega平方 很神奇喔 所以這邊看到 omega等什麼 跟那 m分之k 這什麼意思呢 omega是什麼 角速度 角速度 角速度可以轉換成 周期 可不可以轉換 可以 角速度跟周期怎麼轉換 剛才講過了 2拍 對 2拍 除上大T等於omega 對不對 反過來是2拍 除上omega 等於什麼 T 對 所以我們的周期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周期 等於omega在這邊對不對 等於2拍 除上omega 等於什麼 反過來 對 2拍 2拍 跟它什麼 變k在分母 對不對 k分m 是不是這樣子 這大T是周期嘛 周期 周期 是運動一周的時間 那如果我們想知道頻率呢 頻率跟周期有什麼關係 頻率跟周期有什麼 倒數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頻率是等於什麼 分 2拍分之1 乘上 m分之k 好 我們來想看喔 不要這個問題 我們剛剛講的它的頻率啊 質量越重的時候 它是不是頻率越大 是不是 頻率越大越小越小 因為它震動的越慢 震動的次數越慢 所以你看 質量在分子 所以質量越大的時候 是頻率越小 對 好 這螳螂係數我剛才講 螳螂係數很大 這螳螂很緊的時候 震動頻率就很大 是不是在分子 對不對 你螳螂係數越大的時候 是不是頻率就越大 是不是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得到一個應證啊 欸 我的數學 確實這樣推導的結果 跟我真實的現象混合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想一下 變三個鐘想一下 好 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這樣子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去推導 一個螳螂的震動的頻率 或者是它震動的周期 就可以知道 我只要知道它的彈性係數 我只要知道它的質量 我就可以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對不對 有沒有在一起 所以 這是 減血運動 這是減血運動 震動是減血運動 這是一個螳螂震動 對 螳螂震動的問題 對 螳螂震動的問題 是 M值質量 M值質量 AX是向心加速度 AX是向心加速度 AX是向心加速度在X的同一量 對 所以我這樣就用 因為假設只是考慮 像是指考慮它的加速度的時候 它加速度 我們把它再轉回去 研究一下 它加速應該是這個方向 可是我們只能 對這個水平運動來講 能夠有用的 只有水平運動而已 對不對 只有水平方向的加速度 在這邊我其實有用到一點點 我們剛剛在講平平運動的一個概念 我們在講平平運動的一個特性 就是基本上你垂直走 垂直走方向的受力 不會影響到 不會彼此影響到 就是說 假設我一個中間在我們運動 我的速度是BX 這時候呢 我如果給它一個加速度是AY 的時候 在運動它 在加速它 需要BX會不會受到改變 BX的大腳會受到改變 不會喔 BX不會改變 這是我們那時候在講平平運動 這一個重要的關鍵 只要這形成一個垂直的時候 它不會影響它彼此的大小 但是那AY可以做什麼事情 AY可以改變什麼 可以改變它方向 所以呢 它這個速度還是這麼大 但是呢 它有一個開始產生一個 這個方向的速度 它可以運動一段時間之後呢 它的BX還是這麼大 但是它這時候有BY了 運動一個時間之後它有BY 所以它的核速度呢 會變成這麼大 它真實來講會到一個方向來 所以就像親眼講 它可以轉變方向 它可以改變方向 而且它有一個垂直方向的加速給它 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平面運動 怎麼樣 沒事嗎 好 看你突然露出微笑 想說 那種是 欣然的喜悅突然懂很多事情 是不是 沒有 不是 那有點小小失望 好 那問題 我們要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嘛 有沒有消化了 還是有沒有問題 想一下 你看著 我們在解釋過程 想一下 那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可以把它抄下來 超過一遍你會記得清楚一點 那我們一個小小的作業 就是請你回去推導解決運動 我這個可以只有寫 X VX AX 你在寫的時候 麻煩要稍微加上 今天一支敘述 你在做什麼事情 你如果列式值 最好有時候 這是第一式 這是第二式 這是第三式 所以我現在把第一式 搭到第底式 把第二式搭到第底式 第二式跟第三式相減 有沒有 你要解上那個 數學的解決過程 同意嗎 我們有一個小作業 叫做解學運動 推導 推導出它的 速度 加速度 跟位置的關係 你可以修學 Google說語 Omega 然後再複製過去 Omega沒辦法速度的 我不知道 我不確定 可以嗎 OK 沒有打過這種功能 就是你可以傳多了一個 什麼字O Omega 你就傳一下那個 希臘文字 希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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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 你可以寫英文的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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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就可以出現一些說明 如果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 討論另外一個現象 你們知道單白嗎 我們以前學單白的時候 告訴你說 單白 記得單白嗎 單白的周期跟什麼成真比 有關係 跟長度有成真比嗎 我們只說有關係 跟長度確實有關係 而且長度越長周期越 越大 長度越長周周期越大 長度越短周周期越大 長度越短周周期越小 這不用再證明 我跟這個人角度了 跟角度 角度有什麼關係 跟角度有什麼關係 我們那時候提了說 角度要很小的時候比較準 要比較多的時候 對不對 只有這個說法 沒有成真比 我剛剛只是在錯誤的誘導 但是我要講 他實際上沒有跟什麼東西成真比 他只有說 長度越長 跟重量沒有關係 單白跟重量沒有關係 單白周期跟重量沒有關係 記不記得 沒有關係 單白的周期跟重量沒有關係 我們試一下 老師你可以把它推過來 把這個彈簧嗎 那邊有那個周期 哪裡 中方的 太大了一個 好 這樣子 我們試一下 這是一個周期對不對 好 把它縮短 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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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長度變短 周期變快 我長度變長 再試一下 周久變慢 腳好 然後再把重量拿掉 我只留一個重量 再改做一下 還要那麼長 我現在放三個重量 我現在放三個重量 我現在都做過了 對 都做過 只是再回憶一下而已 我現在三個重量 我現在三個重量 三個 周期有沒有改變 我感覺要快 我感覺要快 這感覺不太主張 所以很簡單 我們計時 來 有沒有手錶計時一下 我們正到十次 幫忙量一下時間 好 繼續看下去 一 停下 好啦 準備囉 預備開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停 幾秒 十六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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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做過實驗的一段 已經有結果 對不對 好 現在是三個重量 再一次 好 預備開 開始 一 等一下 碰到我 幾次 再一次 再一次 準備 開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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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秒 十五秒 兩秒差不多 沒有差不多 沒有差不多 十五秒點多嘛 你可以小數點比方做對不對 一個是十六秒點多一點 一個是十五秒 十六秒點多一點 十五秒點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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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秒好像是十六點四十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它可能有些小小的變化 所以基本上十六秒多一點 十一秒很多 快到十六秒 我們可以說它去應十六秒 好 好 所以基本上 因為 因為事實上重量比較重 它可以抵抗它的摩擦力還多 所以它摩擦力的影響比較小 所以前面只有一刻的時候呢 事實上它的摩擦力 比較大一點 摩擦力影響比較大 所以它時間會變長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質量跟長度 跟這個當代的周期 有沒有關係 有 沒有 你已經講沒有 你又講有 有關係 沒上一個 你就不要回答 有關係 什麼關係 一點點有關係 好 但是我們那是摩擦力的影響 但是 如果說已經要有關係的話 它關係要有一點點 事實上有 我感到有點 因為痛到腸 痛到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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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推導看看 它數學是到底什麼 是不是跟質量有關係 我們過去學習的跟質量沒有關係 我們剛剛證明跟質量影響很小 我們事實上如果你要做更輕的時間 你想要做 甚至我同學再做一次一個的 你可能量到結果還是15點多 因為可能是量測的誤差 測量誤差 溝通的誤差 都可能到我們測量誤差 所以我們來推導一下 如果是一個單白是怎麼一回事 好 這是一個 單白 好 好 單白呢 假設呢 它 擺動到這個位置 它受什麼力 它受什麼力的所有 低進力對不對 啊 低進力的所有沒有 低進力 它只量m 所以是低進力mg 對不對 沒問題吧 它所受的重力在mg 它有什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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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持度 加持度 我現在在講力啊 我先討論力嘛 先分析一下力 它有什麼力 那地方受什麼力 低進力講mg 低進力講mg 所以你講低進力 還有咧 可是它受哪些力 對受哪些力 工具可理不算 工具可理不算 未能 未能 我們講力 跟未能沒關係 力 力極跟向 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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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非常好 它其實在做圓重運動 所以你在做圓重運動 是吧 所以它有向心力 向心力誰給它呢 只要是給它神力 或是你以前說 這是一個神力的張力 它是它你說的向心力 好 這兩力的合力 過過為0 不一定 是一定還是不一定 這個時候 在這個剎那會為0 不會 不會為0 你可以知道嗎 很簡單 你把一個單白這樣掉著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不會往哪邊走 往下走 往下走對不對 你把一個單白如果這樣掉著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是準備往下走 所以它絕對不會為0 對不對 如果是為0的話 它就是不會動啊 就平衡啊 所以這時候你讓它會往下走 所以它已經不為0 是不是 不為0 好 所以 合力往哪邊 合力往哪邊 它的合力往哪邊 向下 向左 向右 向下30度 向下20度 向下 往哪邊向下 向這邊嗎 中間 中間 沒有上來 合力 哪個力 合力多大 合力多大 你說那兩個劍頭嗎 對 這兩個力啊 這是一個 一個 然後就是往這個方向 合力往這邊嗎 喔 一定是變光型 那就是變光 那就是往這邊吧 那就是往這邊吧 這邊 你就只是在畫一個紅色 還有一個白色 然後就是畫一個 然後中間 中間這兩個劍在一起 好 但是這兩個力 是我隨便畫的 是我隨便畫的 所以現在沒有一個標準 但是假設 它有力的話 它應該從哪邊 切線 切線 拿去往切線方向 對吧 那不是剛說這兩個點線 這兩個點線起來 對 但是我說 這是我隨便畫的 這兩個大的 可能不小心把它畫小一點 把這力畫大一點 一樣 我如果把它畫小一點 就不會再切線啊 我如果把它畫這麼大的話 你這樣畫起來 它就不會再切線 它就可能這麼大了 好 它不會再切線 所以 但是你不管怎麼樣 這兩個力的作用力 一定在切線方向 同不同意 為什麼 為什麼你現在在切線 這個紅色的力 跟這個低性力的作用力 一定是一樣大 蛤 那兩個 低性力和那個作用力 是 它那個 線的 拉力是一樣大 因為它 它不會往下掉 不是啦 啊 但是 這個力不會一樣大 如果一樣大 就不會有這個力啦 那就 當然那個也有角度的問題啦 你看 下課了 eigentlich 慣性 慣性喔